11月30日上午,备受关注的牢笼之案二审在江西南昌公开宣判,案件维持死刑原判。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,被告人牢笼之犯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、绑架罪、数罪并罚,决定执行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 一审判决后,牢笼之提出上诉,江西高院于今年8月18日至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,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。 江西高院认为,牢笼之及其辩护律师所提牢笼之不构成故意杀人罪,系从犯、携从犯等上述理由和辩护意见,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不符,与法无据,依法不予采纳。 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,证据确实,充分,定罪准确,量刑适当,审判程序合法,裁定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,对牢笼之的死刑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 当天,案件双方亲属旁定了宣判,牢笼之的二哥劳生桥在听完宣判后情绪颇显激动,他表示将继续请律师为牢笼之申诉。 牢笼之案南昌受害人熊启义的叔叔熊刚在旁听完宣判后则表示,牢笼之的辩解苍白无力,维持原判是他最有应得。 正义嘛,已经迟到了二十多年了,他不应该缺席,是吧,这个,这是审判,维持原判,这是应该的,这是他自己的最有应得。 因为他当事人和辩护人还有权向高院来申诉,来反应,是吧,所以我们还是,这块石头还没有完全落地,只有等到他伏法了,我们这块石头才落地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